在《飞鸟集》中写道 我梦见了一颗星 一个光明的岛屿 我将在那里出生 不知道它的那颗星 具体是指哪一颗 但这一颗 我们来到的是NOVA星 和NOVA一星 从这里出发 大家好 欢迎来到NOVA7号电台 我是今天的主播 颜杨千禧 很高兴能以这种方式 和大家见面 今天NOVA7号电台的主题是 要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手机的一些使用痛点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两则NOVA星人的留言 第一位NOVA星人写的是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沉 非常容易手抖 自拍就变成了座机画质 这会真的很难搞 这位朋友的留言 大家应该也很有共鸣 其实刚才何总的讲解中 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NOVA7 Pro的手感 更加的鲜薄轻盈 前置也搭载了 人眼追焦功能 相信能给你带来 不一样的拍照体验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二位 NOVA星人的留言 最近都没有看到 非常心动的手机 悄悄期待一下 NOVA这次会出个 神仙颜色吗 谢谢这位NOVA星人的留言 NOVA7系列 今年一共推出五种颜色 其中呢 NOVA7号色 非常的梦幻 非常纯净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谢谢 谢谢易烊千玺 数月未见 每一次啊 我们的发布会 都会给NOVA星人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NOVA星人 是以虚拟的现象 来到这里很可爱 所以千玺 请你和我们现场 还有屏幕前 正在观赏这一次 NOWVA星人们 来打个招呼吧 千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玺 特别欢迎千玺 可以这样的方式加入我们 我们都知道 在2020年呢 因为特殊的原因 大家在家里的时间 都比较的长 我想问问千玺 我相信2020年 你也有一段很长的 在家里宅着的时间 您有没有解锁 什么新的功能呢 千玺 我就是在家里 学会了做饭啊 做菜 学了很多 我想问问您 解锁了什么新的技能呢 我跟你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多一个身份 是父亲 所以呢 我解锁了最大的 对我来讲 自我提高最多的 就是可以学会了 如何带我的孩子 上网课做作业 比平时累太多了 我的妈呀 那段时间 我们也经常自拍 记录下我们上网课 的共同的体验过程 但是这个 据说现在很多年轻人 在自拍的时候 他不知道 要配上什么样的文案 我们千玺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发自拍了 是不是也因为 同样没有文案的关系呢 所以今天呢 咱们准备了一份 小小的礼物 请工作人员 送到千玺的身边 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年轻人喜爱的 自拍文案首帐集 咱们先请千玺 先翻阅一下 你终于在地上 里面有一个说 我的刘海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刘海 还有一个是 一条四月想不出来的文案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通用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都可以 还有一个是 以下内容仅为 NOVA行人可见 这条是NOVA行人专属的 自拍文案 这三个比较好玩 谢谢千玺 你看你随手已经找到了 自己都很感兴趣的 那既然这样 反正呢 自拍文案也有了 那要不你就从 刚刚您说的这三句里边 挑一句 匹配上这个文字 来一张自拍吧 怎么样千玺 好 那我就挑 我的刘海 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来 好的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 我相信这一刻 很多正在看我们这样 发布会的朋友 已经在尖叫了 我也成功的算是 帮NOVA行人 催到了一张自拍 我们说自拍的文案 当然是一门大学问 相信NOVA行人 也都非常期待 千玺能够继续的 亲身实践 带我们好好来学习 刚才这一本 已经送给他的 自拍文案的首帐机 千玺你说对吧 我也好奇 如果是相同的自拍文案 大家都会配什么样的自拍 他已经做出一个示范了 千玺有一张 我的刘海 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如果是你该怎么拍呢 我们来期待一下 NOVA行人 因为我们的NOVA 7 Pro 前置人眼追焦 会有如何惊喜的自拍 千玺曾经说过 2019年对易烊千玺来说是比较友好 很多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2020年也已经有了好的消息 在这里我们要发布会上 恭喜千玺就是刚刚获得了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最佳新演员的双提名 祝贺易烊千玺 祝贺你 谢谢 被提名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 千玺的演技一直在不断地进步 也在不断地打磨 这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 那接下来呢 我想邀请千玺来一场 关于演技的考验 请注意哦 这个演技说的是眼睛的演 正好我们NOVA 7 Pro的前置人眼追焦 能够很好地捕捉眼部细节 千玺怎么样 要不要挑战一下 好 挑战一下 好 这是给NOVA先生的福利 我们来测一下 千玺眼神的快速反应能力 非常简单 我来给出几个规定词 请千玺对着我们NOVA 7 Pro的自拍镜头 通过眼神来表达情绪 看看NOVA 7 Pro的前置人眼追焦功能 会记录下千玺如何的眼神 准备好了 我们要开始了千玺好吗 好 先来个简单点的 好开心啊 好留下了这张照片 我相信这是很多千玺的粉丝乐意看到的 接下来难度大一点的 请注意啊 他是需要理解的千玺 这个题目叫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好 这是一种奇怪的 其实就有点比较像惊讶啊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接下来这个 突然凶狠 我想炸眼睛 来突然凶狠 好的 刚才还真的挺凶的 千玺你平时会突然发脾气这样的经验有吗 有时候会有 我们家猫非常的闹腾 然后经常会抓坏很多东西 啊明白宠物惹你生气的时候 对OK好 接下来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 但是却很迷人的一种样子 叫伤心的眼神 嗯伤心的眼神 低垂落幕啊 这是用表演诠释的内心很棒 不得不说千玺的目光 确实是非常的灵动啊 演绎了你在焦点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次掌声来 谢谢易阳千玺 谢谢 谢谢 所以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现在都非常希望能够拥有千玺 刚刚使用的这台Nova手机 去记录眼睛里的故事 接下来是我们的保留环节了 千玺 你知道每次发布会呢 千玺都会用Nova在现场 和我们所有的Nova新人们一起来合影 今年有一点遗憾 因为今年的我们的千玺和大家 没能一起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嗯 嗯 那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用前后双路 跟大家一起同屏留念 确实啊 这是一个很机智的办法 嗯 前后双路跨空间云同框 这次是真的特别体验的 珍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千玺的带动之下 大家可以用Nova7系列的各种功能 去挖掘生活更多的美好 与世界同屏 来现场的Nova新人们 让我们跟嘉一一起 欢呼鼓掌 完成这一次特殊的合影 也再次感谢我们Nova7号电台的主播 易烊千玺 感谢华高老师 感谢现场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Nova7系列 各位Nova新人 我们下次再见 没有Nova7-128号电 vam